每天五分钟,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 音乐说书人,让音乐的信息带给你我灵魂深度的呼吸。 朋友你好,我是音乐说书人,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 每一天当我们看到报章杂志或者是新闻的时候, 我们总是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天灾人祸, 而这些天灾人祸往往是人类所无能为力的。 朋友,当你想到这些事的时候, 你的心中会不会有担忧或者是恐惧呢?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,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, 它掌管宇宙万物和人类已知或者是未知的一切。 因此,每当我们看见月亮、太阳、星辰和大自然的一切的时候, 就知道神他始终掌权在其中, 只要倚靠他,就不需要再恐惧害怕。 与你分享这首天运诗般的诗歌, 弦外之歌。 如果太阳忘不了它的时间标, 如果地球仍喜爱自己的舞蹈, 如果海洋收拖住水路的边线, 我怎能忘记你是主, 你正在掌权。 宇宙伯伯向我唱这一首歌, 说蓝牙打开心门, 敬拜造物的一生。 宇宙伯伯向我唱这一首歌, 说能力全民荣耀, 说能力全民荣耀, 说得直到永恒。 如果太阳忘不了它的时间标, 如果地球仍然喜爱自己的舞蹈, 如果海洋守得住水路的边线, 我怎能忘记你是主, 你正在掌权。 宇宙伯伯伯向我唱这一首歌, 说来啊,打开心门, 敬拜造物的神。 宇宙伯伯向我唱这一首歌, 说能力全民荣耀, 说能力全民荣耀, 属你直到永远。 是的,亲爱的朋友, 这个世界的一切是神所创造的, 它正掌权在其中。 因为太阳我忘不了它的时间标, 因为地球仍然喜爱自己的舞蹈, 因为海洋守得住水路的边线, 我不能忘记你是主, 你正在掌权。 你正在掌权。